《危机直播》是一部紧张刺激的电影 故事的主线围绕一位名叫安娜的新闻主播 安娜是一名职业生涯蒸蒸日上的主播 她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不屈的精神而闻名 然而,随着她所在的电视台正在进行一场大型直播节目 她的生活也因此被卷入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 在一个看似平常的下午 安娜正在直播间准备播报当天的新闻 这时,突然传来一条震撼的消息 市中心的一座大楼发生了恐怖袭击 数十名人质被困在建筑内 这个消息向野伙伴迅速传播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突发事件上 安娜被迅速调到直播现场 她的使命是为观众提供最新的信息和解读 随着事件的发展 安娜逐渐揭开了这场危机的复杂背景 她通过电话采访 现场记者的实时报告 以及对目击者的回访 拼凑出这起事件的真相 安娜发现 恐怖分子并不是随机选择这座大楼 而是与一个地方黑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深入挖掘背景资料 试图揭示背后的阴谋 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直播的过程中 观众们通过电视和社交媒体紧密关注着这一事件 安娜的表现让她成为了公众的焦点 但随着她对事件的深入挖掘 风险也随之增加 她接到匿名电话 警告她不要再深入调查 因为这可能会危及她的生命和她身边的人 面对威胁 安娜并没有选择退缩 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与此同时 危机现场的情况变得愈发紧张 警方在努力营救人质的同时 也在对恐怖分子的身份进行调查 安娜与警方保持联系 通过她的节目 警方能够实时获取观众的线索 同时也能向公众发布重要信息 这种互动让安娜的直播节目变得尤为重要 她逐渐意识到 自己的角色不仅是信息传递者 更是危机处理中的重要一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安娜的调查逐渐揭示出一个更大的阴谋 这些恐怖分子 其实是为了掩盖一个更为复杂的贩毒网络 他们试图通过这场危机来转移警方的注意力 安娜的勇敢让她发现了这一秘密 但这也让她成为了目标 她开始收到来自黑帮的威胁 警告她停止调查 然而 安娜坚信自己的使命 决心将真相公之于众 在一次直播中 安娜决定勇敢地将自己掌握的证据公之于众 她直接在镜头前揭露了黑帮的交易情况 并呼吁观众提供线索 帮助警方锁定嫌疑人 这一举动不仅令她获得了观众的支持 也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警察迅速展开行动 试图在安娜的帮助下解救人质 并打击黑帮 随着直播的深入 现场气氛愈发紧张 观众的情绪也在不断波动 很多人开始为安娜的安全担心 就在这时 恐怖分子意识到安娜的影响力 开始对她进行威胁 甚至在直播中向她发出了警告 安娜冷静应对 选择继续直播 展示出她的坚强与勇气 最终 警方在安娜提供的信息的帮助下 成功制定了营救计划 他们设法潜入大楼 成功救出了人质 在这个过程中 安娜的直播也成为了人们心中希望的象征 观众们通过屏幕 见证了这一紧张的营救行动 情绪高涨 纷纷为警方的努力喝彩 当一切尘埃落定 安娜被誉为英雄 她的勇敢和坚持 让人们重新审视了媒体的角色 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 更是社会的监督者和舆论的引导者 安娜在节目最后 表达了自己对这场危机的思考 强调了真相的重要性 和每个人在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整部电影通过安娜的视角 展现了现代社会中 媒体与真实之间的博弈 也深刻反映了在危机面前 人性中的善与恶 勇气与恐惧 它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剧情中 思考着人类在极端情况下的选择与责任 危机直播不仅是一部关于危机的电影 更是一部关于勇气 责任和真相的深刻思考 让人久久难以忘怀